今天夏日不想要跑到室外 也能趴在窗边露出后背 做个日光浴感受一下太阳的温暖 这是中国网路上热门的养生偏方 晒背 但想要晒背也要晒对地点 头正好是盲起 我就直接跳过去了没看到的人 再看一次当时的行车记录器画面 一名女子横躺在路上 驾驶完全没有看到她 就这样撞了上去 真的很害怕 我说我20年车里 点也不会想办法 路上会躺对人 目前当局已经认定 肇事责任在车主身上 证明晒背女子 还好之后腿部受了伤 没有生命危险 心中大幸吧 就是我已经 就是从彻底脱出来的后来的情况 晒背你可以晒得 还要选对地方 还是要紧绰一点 想跟风晒背真的要选对地点 中国苏州 一名女子在住家附近的空地 摆了一张瑜伽垫 身体包紧紧 就在晒背还惊动了警方 以为她中暑倒在路旁 合适一点的场合去晒 然后多找几个结伴晒 你万一自己真的晒晕倒了 没人救你 中国网络流传的三幅天晒背 背后虽然有中医背书 但还是要注意 最好在早上九点前 或是下午三点过后 太阳才不会太大 一次也不难超过十五分钟 而且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晒背 一般来说呢 虚寒类的病症 我们不是适合晒背的 但是如果它确实是食热 或者是阴气的患者 它是不适合来进行晒背的 晒背之前 我们不要去吃那种光明性的食物 以免引起那种日光性的皮炎 此外晒背时最好做好防晒 不要让头部直接照射到太阳 也能降低中暑风险 新新闻终合报导